希望你看能夠盡量笑話 你也是非常的天之過人 那這財政部部長你要多淡淡一些 這些問題都問過你了 我們現在講財政健全稅收良好 那不就是稅改的好時機 那我第一個要提出的就是說 當我們在看的時候就是說 怎麼樣來實現公平正義 來寬服弱勢 或者另外一個效用就是說 我要改革過去的成額 我要能夠寬服市場 第一個就講 婦女跟我們的所謂的男性 到底不存在不平等 不管是身體上 生理上 而且薪資都還不平等 主機總租如果問一下平均的薪資 可是大家都知道婦女團體性別平等 團體倡議很久 就是生理用品這個營業稅啊 就是我們來算一個啦 假如說一個月要用到150塊的話 15歲到50歲 總共500多萬人 這樣加起來的話 大概100億的開銷 如果是5億的營業稅 我提案了 加執行及非加執行營業稅法的一個修正 拜託院長支持吧 好 我想 就免這個營業稅吧 這個部分我 因為稅要再算一下 我是問我們部長的意見好了 跟委員 英國 免稅 澳洲 免稅 印度 免稅 肯亞 取消 加拿大 免除 紐西蘭 直接全部提供生理用品 我都跟你對過了 我要你們支持 以上我就這樣提出 好 接下來 第二件事情 我繼續講 現在要來講 綜合所得稅 所以院長剛剛那個要支持喔 然後去研究 就是時間算成的 現在講綜合所得稅 關於女性 生理用品的這件事情 確實像委員所關心的一樣 這件事情確實是很重要 那我們回去再研議看看 怎麼樣來做合理的一些調整 現在就是稅改的好時機 然後就把這營業稅拿 然後第二 不管我們說什麼性別聽證什麼的 好 我們都是空談 這部最好 趕快做下去 接下來我要講 綜合所得稅 在所得稅當中 我現在講兩樣 租金支出 我說我們現在都 對弱勢都對租金補貼了 你寧可用租金補貼的 但是你要知道 租金的支出 能不能做扣除了 租金的支出 目前是列在列舉扣除了 12萬 但是我跟院長講 你知道那個列舉扣除了當中 他第一個 那捐贈 是不是我想去捐贈 放到列舉扣除了 或者有其他的 可是如果我沒有房子住的話 我一定要去租房子 我這是一定必要 一定迫欠 那你把它放在列舉扣除了 結果很多 其實他就是經濟上的一個弱勢 他還要去跟那個標準扣除了比一比 要比過標準扣除了 他才有辦法拿這個租金支出 來弄到列舉扣除了 去扣除 這個談很多遍了 我說一句實在話 特別扣除了 還有很多種 長照啊 學前教育啊 大端子女啊 對不對 身心障礙啊 點點點 有時候你還可以給他一個排富的條件 在這裡我就要提倡了 再講一次 租金支出 這不得已啊 所以如果你要限定範圍的話 你也可以限定 都沒有自有房屋的人 你給他租金支出可以去列特扣 這樣才是正確的啊 租金支出列為特別扣除了 跟委員說明一下 那對於有關所得稅裡面 究竟有些要列為特別扣除了 或列舉扣除了 這些項目 還有金額 當然委員們都有很多 相當多的意見 以及社會有各多意見 但是財政部在這考量的時候 財政部現在講的都是空話 我現在講租金支出 這是不得已的 你一定要支出 不然你就沒有一個安慎立命的地方 所以我在這裡請院長來支持 那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啟程 但是請進一步的研究 我想喔 是不是把這個租金支出 改列扣除了這個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再研議看看 那因為這個租金也有高有低 我們也是要 再來研議可能會比較合適 怎麼樣是一個最好的處理的方法 因為委員也很清楚 租金本身 政策要雙管齊下才會有動力 一個是支出給他減稅 另外一個是收入有沒有減稅的誘因 當然都是為了利益良善 接下來一樣在所得稅當中 租金收入可不可以分離課稅 其實我跟你們講 我們現在在公益出租人 以及包租貸管當中 其實都有租金的收入 甚至在房屋稅 立下稅都會給他優惠 另外會給他1萬5以下 就是稅 然後上面才有另外有成本的扣除 可是我們現在一次就要救整體 你不是公益出租人 你不是包租貸管的 你還有很多出租人 如果讓他能夠簡便明瞭 直接租金分離課稅 那才能夠讓整個市場 很有效的運作起來 其實我跟你們講 很多分離課稅的 包括你的那個房地合一稅是交易所的 包括股利資本利得 所以其實財政部很清楚這個事情 如果一旦你們去看 你這房屋照理說你有出租 你怎麼沒有報租金所得 你們立刻可以去評定 評定之後就可以算了 所以租金如果能夠分離課稅 可以一定的稅率 絕對能夠更健全租金的市場 我希望你們支持 我們先說明一下 如果把租金所得列為分離課稅的話 那真的會有一個逆分配的結果 因為會有租金收入來說 一般來說他所得就會增加 那我們的所得稅是以綜合所得來計算 我知道啦 你的綜合所得讓我講 讓我講 因為我已經聽過很多遍了 第一個現在就是我房屋要出租的時候 我不是公益出租 我不是包租貸管 還有很多房東出租人 我就跟房客想 到底我不要轉嫁給你 然後到時候併入我的綜合所得稅 到底是20% 30%還是幾% 斤斤計較 毫不清楚明瞭 那你要知道 在市場最重要的是穩定 房客就知道 反正我如果跟你租房子 我交給你的租金 你要收多少 所以清清楚楚 大家就不必有爭議 這是很好的一個益處 能夠幫助 就說到這裡 請你們去推動 這就是我的意見 然後我要繼續再講別的 一樣跟這個 接下來講持有稅 房屋稅 我跟院長講 你可知道過去 其實在好幾年前 就一直討論到現在 就已經有空屋稅 已經提案了 房屋控制稅的一個設計 這被你們否定掉 被財政部否定掉 沒有否定 財政部否定掉了 我說財政部會怎麼否定掉 不然我講給你聽 你去看看過去的一個尋答 無數次 第一個理由就是說 空屋 這個很難認定 就講這個 你想用水電基本費 還是說你要去 用什麼樣來定義 你們說這很困難 坦白講 過去我們提出空屋稅 是說 我先認定你是空屋 民眾提出有效利用 或具體理由或切解 現在你說把空屋 移視到我們現在的房屋稅2.0 那個屯房稅當中 會有空屋的效果 你是先說 你沒有在我分類的 有效房屋利用 或者建商儀物 或者繼承共有 或者製作當中 你就跳到其他房屋 你可以沒有講 為什麼其他房屋 就是空屋 過去在推空屋稅的時候 可以避免很多問題 你們都沒接受 我講啊 我有房屋 問題是我在偏鄉 我在南投仁愛 我三間五間 結果我如果現在 課同房稅 我中稅了 但是我在人口從命 經濟發展 需求恐極的台北市 我有一間 結果我不是屯房稅 我在台北空在那裡 跟我在南投空在那裡 還有啊 給兄弟姐妹用啊 給兄弟姐妹用 你也沒有收房租啊 結果你現在落到其他房屋當中 你沒有理由去給他改變啊 你一樣是 全數累進 然後歸戶加稅啊 你這些都沒有解 有些人東西很多 做倉庫啊 所以過去在討論空屋稅的時候 還可以讓中央政府跟地方講好 大家來指定哪個區域 真的不要空屋 要有效利用 你們把這些都脖子掉了 都不接受 但是你現在推了這個屯房稅 推了這個中央版的房屋稅2.0 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 新的問題又要產生了耶 不是我想房屋稅 你先回答我 如果你要回答的話 你先回答我 我剛剛講的偏鄉的 兄弟姐妹用的 做倉庫的 他根本也在那些地方 但是他並不是 你們想的在炒房 在屯房的那一種 被你加重啊 我其實是求有求好 我不是來反對的 可是就點出問題 過去空屋 你就認為說很難定義 但是他其實 國外有在走 又可以指定那種 最需要的區域 來加重稅率 甚至還可以專款專用 但他的優點 你都沒有看到 你只是說他不容易定義 現在來到房屋稅2.0 哇這些本來想說 我不要產生的問題 你通通 你通通避開不了耶 你現在怎麼解決 其實這次的房屋稅2.0 希望是房屋做合理的 房屋做合理 有效的一些利用 那你住家用的房屋 就是該住嘛 你如果做自住用 或出租 或者是做 就可以有不同的稅率 不是我這麼愛打斷 是因為我覺得你在講這些 程度都不夠 我講太不客氣了 但是我要這樣講 我跟院長解釋 其實啦 本來我們地方已經有同房稅 地方也有這個全數累進稅率 有一些縣市 但是因為縣市沒有辦法全國歸戶 所以我們需要做到全國歸戶 然後全國歸戶之後 再做怎麼樣 全數累進的一個提高稅率 你們現在的院辦叫什麼 先分類完耶 自住一類啊 出租租達租金標準啊 繼承共有啦 建商漁屋啦 然後以及其他房屋啊 那你們是 人家以前縣市分類 你們都不行說要全國歸戶 現在你們自己拉上來 就變成在做什麼 在做分類歸戶 這沒道理啊 江永昌的版本告訴你 就是應該原本的精神 全國先歸戶 你這麼多房屋 我把你的稅率拉高 而且這是全數累進 記得全數累進這幾個字喔 拉高之後 你再去有效利用 你要出租公益 你要出租達租金標準 或者你是建商漁屋 再給你 再給你 你是用的稅率啊 對不同的稅率 對 我跟你講你們過去不同意的 欸 我如果在仁海鄉 有偏鄉的房屋 在你們現在的版本裡面 我比建商的漁屋科 還比較重的稅率 這太矛盾了 你們既不是把 最多屋的拿來做全國歸戶 你們是先分類 所以在我寫院版的狀況一 你很複雜 先不法動全身耶 一個房屋是有效出租 跟其他房屋 這個跑來跑去 不同類的時候 就會產生什麼 個別機率適用不一樣啊 對 你那個現場系統 跑起來真的非常的亂 然後 但是因為不同的縣市 意義 全國歸戶被你們變成分類歸戶 意義打折扣 然後呢 有效利用房屋 也要累進計算 這個在利益上 也非常的矛盾 我說啦 其實要真正去 落實全國歸戶的精神 我現在就直接講 我直接跳到狀況二 你要知道 在你們現在一個設計 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剛剛說狀況一 我其實就是拿財政部的版本 給他套用稅率 算給你們看 真的很亂 從狀況一進到狀況二 院長你聽喔 假設啦 你有三戶房屋在出租 那你願意啊 房屋有效利用 你出租的房屋達到五戶 請問你 你的房屋稅是增加還點少 在你們的版本裡 三戶的出租變成五戶出租 是 結果很奇怪耶 我三個房屋區出租的時候 全數累進 稅率還比較低 我五戶區全數累進的時候 連我原本出租的那三戶的房屋稅都被拉高 怎麼會是這種版本呢 怎麼會是這種版本呢 結果產生在我其他房屋少兩戶之後 他的全數累進稅率降低 怎麼會是這種狀況呢 但是我們出租的 事實上稅率是比一般的稅率來的低 從1.5到2.4 我講重點 因為這數字太複雜 再講一次 你有三戶房屋出租 政府謝謝你啊 有效利用啊 等到你把三戶房屋 你再加兩戶去出租的時候 原來你那三戶的房屋 稅率也要拉高耶 從2.0變2.4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可是他那原來兩戶空置的房屋 他的稅率就下降了 你用這個藥要去治這個病 結果不是這個藥治這個病 是拿其他的 是變成其他房屋再減稅 你很奇怪啊 我再講一次喔 有效利用房屋 就應該讓他達到有效利用房屋 享有的那個稅率 結果他還加稅 然後結果是其他房屋來減稅 你用我的版本就沒問題了 我的其他房屋還維持在 全國歸戶全數累進的高稅率 你只要一拿出來做有效房屋利用的時候 馬上就適用有效房屋的單一稅率 是啊 我再講一個狀況3 狀況3你要不要理解一下 天啊我用戶房屋出租對不對 我再加一戶出租的時候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 結果啊 我原本有一戶是在適用其他房屋全數累進的低稅率 我把它拿來出租之後變成我去適用 出租房屋全數累進的高稅率啊 這就是你們說出來的版本嗎 你這次莫名其妙我還可以舉非常非常多種狀況啊 每一種你們都在打擊有效利用房屋啊 每一種你們都沒有全國歸戶全數累進的精神啊 我指引時間剩幾秒我就這樣跟店長講 今天你要讓房東不要有理由短假這個房屋持有稅給房客 看交友商的版本 好 謝謝